字幕作曲 李宗盛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開這款Spiderman Skartesut 中文有人稱之為飛鴻戰衣 有人稱之為星雄戰衣 我自己觉得飞鸿战衣的名字好听一点 这款左上角写着Hot Toys Exclusive 它也是PS4 Game 里面其中一套的战衣 旁边这里和以往一样会有个蜘蛛Logo 后面就是几间分店的Details 而且这个盒也是做了这个Flip 意思就是这样可以打开摊出来 我早前几天看到日本的剪 其实它是将两盒一个这样摆 另外那个就这样摆出来 形成了一块 其实效果也挺漂亮的 但正常没有人会直接买两盒来做展示 拆开了之后 左手边就是Spiderman的样子 右手边就是主体和玩具 我们先拆出来看看 这款我本身也有珍识过买不买的 但是存开就没理由 买少一只 而且这款其实也挺多人吹捧的 它除了本体之外 也会有这个背景板 可以选择你选择的时候多样玩 和以往一样都会有说明书在底 和本体 我们先拆出来看看 和之前开过的蜘蛛盒一样 它有这一堆的蜘蛛丝和蜘蛛网 它会多了这个披萝蛛盒盒 这个盒也挺过人的 其实下面也很细致做了一些 类似透底的效果 整块披萨和一块是切开了 这边有个巧克力冬粒 还有杯野饮 其实这杯野饮也做得很细致的 而且就四对替换手 本身那一共五对 那就是替换的关节 有一部电话 这部电话呢 其实就是它在游戏里面的样子 旁边就有一部相机 之后就蛇架和一个镜子 加上这个也是其他蜘蛛盒都会有的蜘蛛丝 那我们来看看本体 首先帽子是可以披着头 而且呢 其实颜色挺漂亮的 但这一款就没有替换眼 身上就是穿了一件背心 中间有一个大的蜘蛛logo 而两只手这个款就不是用齿轮来做的 所以你听不到它的啪啪声 但是摸到呢 其实这些肌肉 手臂 是非常粗壮的 那本体的腹肌呢 都算摸得到 但是就不算很明显 就是没有2099那些那样明显的 而下半身的脚 这个位置也不是做齿轮 而且也是不可以太大力扯的 那不然就爆胎了 那脚呢 也可以弯起少少的脚尖 也是这样 而这个大概也是50度左右 不能够再弯下去了 那后半身 它也做了一些细节的位置 比如这些呢 它不是纯粹的正式 它做到这些 不同的纹理 看上去的战衣会更加立体 同有层次感 那背脚也是一个大的蜘蛛logo 那开了这么多只蜘蛛盒呢 暂时是这款的 配件呢 会是最多的 而且也都最特别 因为它的配件呢 是其他的蜘蛛盒会没有的 那而我们再看的话呢 就可以看一下 刚刚讲的那个相机 那地台呢 就是很普通的 就这样写着Marvel Spider-Man 也是印了这个Scarland Spider-Suit 就跟它PS4那个地台的款式差不多 那这款呢 虽然就可动性 没有Homemade Suit那一套那么大 但是胜在就配件多 而且呢 你看到它这些肌肉感呢 这三头肌各样呢 大腿这些肌肉呢 全部都是 看上去是超粗的 那我们之前提过一支 就是PS4那一支 这个肌肉感很重 但是其实你如果这样眼看的话呢 这一支反而会比PS4那一支 那所以如果喜欢肌肉的朋友呢 这一支也是一支很吸引的蜘蛛盒来的 加上这些配件基本上就没得输了 那还要有很多块背景板 有一块背景板 好了那我们这次开箱呢 暂时到这里 喜欢就给个like和订阅 那我们会继续再开其他不同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看的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